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做我们的RPG游戏 上一期的节目中呢 我们用Tile Map给游戏添加了一些简单的Tiles 然后并且把我们之前所做的主角小人 加到了我们的场景中来 可以四处移动 并且跟一些障碍物发生碰撞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把这个场景给美化一下 我打算设计两个场景 然后可以让这个小人在这两个场景中互相来回切换 那么这里就要给大家介绍Tile Map的一个非常强大并且有用的功能 那就是AutoTile AutoTile这个功能可以让你非常方便的 使用Tile Map中的Cell去画一些连续的形状 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赶紧来试一下这个AutoTile功能吧 上一次呢我们做了几个简单的Single Tile 有Bush,Grass和Tree 我把Grass与其他的东西分成了两个Tile Map 因为Grass的话是最底下相当于像背景一样的存在 而这个树和Bush则相当于是在地面上的障碍物 我们就不把它叫做Grass吧 我们把它叫做Ground 因为我并不想让整个地面都变成草坪的样子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Tile Set Editor打开 这个Tile Set中只有选中了三个Single Tile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使用AutoTile 点击这个New AutoTile 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你想加到AutoTile这个Region当中来的区域 我这里呢先要把这个Step打开 这样比较好选一些 比如说呢我先选中了土地的这一块区域 大家注意这个Region它只能选择一个长方形 所以即使这个Tile Set中包含了一些其他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蓝色的应该就是水 不会在我们这个AutoTile Set中使用到 只要不要把它们加到这个Bit Mask中就可以了 那么选中了这个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到这个Bit Mask 来标记出每个Tile应该出现在哪一个位置 这个Bit Mask呢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选项 叫做AutoTile Bit Mask Mode 这里我们选择的是2x2 那么在这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中呢 2x2其实已经足够了 那它其他的选项还有3x3 Minimal以及3x3 那我下一个场景就会使用3x3 Minimal来做 大家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功能 那这个2x2是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每一个Cell当中都有2x2 也就是4个Bit 就是上下左右 大家看到我点中的这个红色的这小方块 其实就代表着一个Bit 那在这个Cell中呢 我们需要加一个处于右下的Bit 那么我们在这个Cell的右下角添加了这个Bit 就相当于告诉了Gadalt引擎 只有当这个Cell的右边 右下以及下边 都有这个AutoTile的Cell存在时 并且其他与这个Cell相连的地方 也就是上方 左上 左边 左下 都没有这个TileSet里面的Cell 在这个时候才能放置这个Cell 那么对于下边这个Cell来说呢 我们需要放置的就是右上以及右下 这两个Bit 这就代表着这个Cell的上方 右上 右边 右下 以及下边 都需要有AutoTile里面的Cell 然后在下边这个Cell呢 我们就只需要放置右上这个Bit 然后同理呢 我们可以给其他的Cell都添上Bit 然后当中的这个Cell 就是4个Bit全都要添加 因为当中的这个Cell 它需要周围都有Cell的时候才能放置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有规律可循的 因为只要看到这个边界就知道 有边界的这一边是不能放置别的Cell的 那么对于下面这4个Cell 我们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 它其实每一个Cell都有一个点 所以呢 这就表示 除了这个点所对应的对角线 不能放置Cell以外 其他的地方都可以放 那么我们要画的Bit Mask就是这样的 好了 那么这个简单的Bit Mask就画完了 放置前先取个名字 方便我们来分开其他的Tile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长方形 然后填满 那到的引擎就会自动去选择 在哪里放置哪些Cell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一个个个的去拼凑 你可以画一些更加复杂的图形 不过呢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小问题 那就是这个Tile好像出现的 不是很符合它的位置 因为那个Cell的Bit Mask 要求这个Cell的四面八方 除了左上角以外都要有Cell 然后我们这里缺了一块 那我们把这一块补上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显示正常了 那这个也是2x2 Bit Mask的一个局限性 那就是它没有3x3 Bit Mask所提供的复杂性来得多 不过呢 我感觉就一般的设计来说也是足够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 这个Cell其实它有一半是透明的 所以呢 不太适合放在最底下的这个TileMap中 我觉得最好最底层还是都以绿色的grass为底比较好 然后把这些有点带透明的Tile呢 都放在另外一个TileMap中 那我们可以重新再创建一个TileMap 然后这个TileMap会放在最底下 用于打底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用同样的TileSet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BackgroundTileMap中 用这些草地去填充 然后这里为了快速填满整一个TileMap的话 我们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先把这四周的线画上 然后使用这个填色工具 也就这个油气桶的这个图标 然后就能马上全部填充了 然后我们把刚才的Ground的土层再打开 就可以看到这个土地现在看上去就比较的自然 跟草地的融合比较的紧密 不会有刚才那种灰色的间隙的情况 好了 那么我们就继续画这些土地 把它填满 你可以画各种各样的形状 大部分的形状基本都能支持 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再创建一个水池的AutoTile 那么跟刚才的方法一样 创建AutoTile 画上它的Region 选择Bit Mask 这样水池的AutoTile也做完了 为了区分一下 我们把这个Icon也设置一下 因为不设置的话 它就是左上角这个Cell 这左上角是一块土地 所以我们并不想要用土地来代表它 就选择这个蓝色的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水池添加到我们这个场景中 形状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然后水池与土地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水池是不能让主角任意行走的 那么这个也很简单 只需要选择相关的AutoTile 在上面加入CollisionShape就可以了 这里呢 我们就只需要在这些水池的Tile上 加很简单的方块CollisionShape就可以了 然后Gaddle这里做的不是很人性化的 就是它需要你一个一个自己去点 不能够比如说用一个Region 来画出所有的判状区域 来试一下 我们的小人呢 碰到水池就不能行走 但是其他地方都可以自由的行走 好了 那么这一个场景就先做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新的场景 用于跟这个场景进行互相间的切换 那么新的场景我们就创建一个新的scene 我们取名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那个场景比如说可以是Level1 这个可以就是Level2 然后同样的我们就直接加上TileMap 这里呢 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3x3的AutoTiles 我打算去寻找一些新的素材 我还是在这个OpenGameArt这个网站上找了一些素材 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 把它下载下来看一下 然后把它导入到我们的项目中 导入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新的TileSat中用到它了 那这里呢 我同样先选一个底色 比如说这个绿色 我们就可以把它用来作为打底色 然后就加AutoTile 我们可以先选择这个泳池 然后把这个AutoTileBitMaskMode 选成3x3min 那么这个3x3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Cell有3x3 也就是9个BitMask可以设置 那么刚才2x2BitMask中 每一个BitMask 其实是对应了它的两个边 以及一个对角线的三个Cell的存在 然后在这个3x3的BitMask中 那它每一个BitMask 其实就对应了只有一个Cell的存在 比如说我把这个BitMask 设置在第二行最右边这个位置 就表示了只有在右边 有Cell存在的情况下 这个Cell才会被画 然后3x3BitMask 它中间这一个点总是会出现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规律来画一下 好了 这个正方形画完了 这个规律也跟刚才一样 就是有边界的地方 我们就不放置BitMask 同理我们可以把其他的也放上BitMask 这样的话你可以发现 我们需要画的东西比刚才要多一些 刚才其实只有这两个方块 那么这里我们还要画横线竖线十字的 还有一个回形的 这就说明我们现在可以画的图形要比刚才多一些 我们就可以画了 这里因为它画的Cell并没有透明的地方 所以我就不准备分两个Tile Map来画了 先给它都打上绿色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AutoTile来画水池 首先先画一个跟刚才一样的图形 也就是一个长方形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跟刚才那个2x2Tile不一样的就是 它还能画更多一些的形状 比如说我可以画一个回字形的水池 或者甚至是十字形的 有更多种的可能性 不过呢其实我找的素材也不算特别全面 有一些形状就画的不是很好 比如说像这种不怎么规则的 就还是有刚才那个问题 那我们就把它画的稍微大一点 那我们第二个场景就画了几个小水池 就先这样吧 把它保存一下 我们开始做场景的切换 这里我就打算放一个看不见的Area2D 然后用它来检测是否跟主角相碰撞 然后加一个CollisionShape2D CollisionShape2D可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长方形形状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当作是出口的碰撞检测 我们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呢我们的Area2D这边会有一些signal 这里我们要用的就是body entered 在连信号之前呢我们先给这个场景加上script 然后我们将body entered这个回调函数 与这个script连接起来 我们就可以在函数当中去判断 像碰撞的这个body是不是player 如果是player的话呢我们就将场景切换 这里我们用的是get tree change scene 换到level2 那我们在level2中也是同样的可以加一个碰撞检测区域 然后这个碰撞检测区域呢就是回到第一个场景的这么一个出发点 那我把它放在这个边角上比较好识别一些 那这个player呢我们也需要放到第二个场景中 把它链接进来 然后给它一个起始位置 可以放在这里离出口近一些 然后我们链接Area2D的body enter时间 好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 就快移动到出口了 可以看到 很好切换到了场景2 然后我们再回到场景1 也不错 好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了autotile做了两个场景 并且对两个场景进行了场景间的切换 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想要知道我的游戏开发进度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儿子